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手术需要25万美元 而且要提前支付7.5万美元 医院才会将麦克列在移植手术名单上 为了给儿子筹钱 约翰找到保险公司 然而保险公司认定约翰是工人阶层 最多赔付2万元 约翰又打电话给负责财务补助的政府人员 得到的结果是约翰连申请破产的资格都没有 没过几天 因为约翰迟迟未交预付款 医院决定让麦克出院 在与主治医生交受无果后 无奈的约翰竟然绑架了医生和病人作为人质 警察很快包围了医院 记者也文讯赶到 谈判专家弗兰克知道约翰并不想害人 他找到医院总监 然而总监却说 想要获得免费医疗 那就去找慈善机构吧 时间越拖越久 为了安抚情绪激动的约翰 弗兰克只好找到约翰的妻子 谎称约翰的名字已经在名单上 希望他能劝述约翰放掉人质 然而这时 警察局长不顾弗兰克的反对 决定派人从通风口潜入医院设杀约翰 不知情的两夫妻正在通话 举起手却已瞄准约翰 幸运的是 举起手只打中了约翰的手臂 而这一幕 恰好被黑进医院监视系统的记者 进行了现场直播 在医院门口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群众 他们纷纷赶来支援约翰 然而警察最终还是没有做出帮助约翰的承诺 无奈之下 约翰提出见儿子最后一面就投降 而在医院里 医生却说迈克再不做手术 马上就会死掉 约翰毫不犹豫地决定自杀 将自己的心脏捐给儿子 他认为这是做父亲的责任 他签署了自愿捐献心脏的协议 来到床边对儿子做最后的告别 他希望儿子听妈妈的话 做一个言出必行 勇敢友善的男子汉 约翰声泪俱下地讲完这一切后 躺在病床上准备开枪自杀 就在这时 电话里传来了妻子的声音 原来良心未明的医院总监 找到了跟迈克相匹配的心脏 电影的最后 迈克成功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 媒体开始大肆讨论 约翰究竟是罪犯还是英雄 没有保险的工人 纷纷走上街头游行 最后 在法庭上 约翰只被判坐牢一年半 坐牢一年半 按摩 约翰尼 融帆 向 插